干掉两辆俄坦克只需要一发炮弹 你没听错 只需要一发 只不过这枚炮弹有点特殊 因为它是一款莫名弹 也就是Bonus 155毫米炮弹 接下来关于这款炮弹的性能 且听大兵 一一到来 就在近日 网上有一段视频流出 内容显示 在乌克兰的性能 在乌克兰东部有一名无人机操作员 在发现了几辆俄军坦克后 随即向十几公里外的几方火炮阵地 报告了这些坦克的坐标 不久 乌军火炮便向该坐标发射了一发炮弹 炮弹在抵达坐标附近后 只见弹头部位火光一闪 发射出了两个金属装置 还没有看清这两个装置是什么 它们又各自分裂出了一个旋转物体 随后这两个物体慢慢垂直下落 在距离地面几十米处突然爆炸 向地面射出了一道明亮的火焰 而两辆俄军坦克的炮塔顶盖 直接被击穿了一个小孔 虽然坦克外表基本完好 但不管俄军指挥部怎么呼喊 里面的俄军士兵已经领了便当了 而这款炮弹便是1992年 由瑞典的伯夫斯和法国 奈克斯特两家公司联合研发的 被命名为伯夫斯垂降穿甲弹药 简称BONUS 数据方面 该炮弹弹体全重47公斤 无引信长度898毫米 弹道类似于M864炮弹 最大射程由于设计了底部排气增程 在北约39倍口径火炮发射时是27公里 在北约52倍口径火炮发射时是35公里 外形与普通的155毫米炮弹并没有明显区别 只不过它的引信是由定时器控制的分离火箭 发射前需要向引信输入炮弹到达目标上空的飞行时间 当炮弹出膛时 尾部枪室内的火药会同时点燃 从小孔向弹尾排气 以此提高尾部凹坑的气压 减小炮弹头部的空气净压差 通过降低弹头的压差阻力来增加射程 当炮弹接近目标上空时 引信的定时器就会启动分离火箭 瞬间增加的拉力会让外壳脱离底座飞走 同时通过摩擦力 让弹体内部的两个装置获得不同的加速时间 因此当这两个装置被释放出来后 会因为速度差而逐渐远离 期间它们会展开六片稳定翼保持姿态 达到安全间隔距离后 会引爆装置内连接组件上的爆炸螺栓 爆炸燃气会将内部的小铁桶和连接件一起推出来 这个分离出来的小铁桶就是bonus的子弹药 随后迎面气流会将子弹药侧面的两片小翼撑开 类似于风车 只不过由于两片小翼长短不一 只能推动子弹药歪扭扭的旋转 紧接着又将子弹药顶部一个可以活动的探测装置甩了出来 进一步加剧了子弹药的摇摆 在叶片的减速下子弹药转变为树立姿态 在约180米高度时进入垂直下落阶段 此时子弹药轴线和迁锤线的夹角约30度 下落速度约为25米每秒 转速达到了15转每秒 同时探测装置三个小孔中间的红外导引头 开始生成地面目标的红外图像 旁边的激光雷达发射器则开始发射近红外波段的激光束 与此同时 另一侧的激光导引头开始接受目标反光 由于探测装置探测器的市场轴线与子弹药的轴线平行 因此从180米高度下落时 探测器市场会沿着螺旋形路径 以大约每圈一米的间隔 扫描下方约半径100米的地面 如果扫描区域内存在敌方坦克 那么探测器市场内就会呈现坦克的完整影像 首先会出现在市场边缘 随后每次出现都会向市场中心移动 于是运算电路利用影像向市场中心移动的这段时间 不停地通过数据库来匹配图像 确定目标车辆的型号 以及顶部装甲最薄弱的部位 最后等待目标影像的薄弱部位移动到市场中心 便立即引爆子弹药内的2.8公斤炸药 隐信在极短时间里 发出超过炸药声速若干倍的球面轰爆波 由于波面极强的压缩性会将避炸药以此引爆 进而获得持续前进的能量 最终轰爆波 到达浅锥型的子瞳药型罩 由于子瞳的优异的硬度和可塑性 会在爆轰波极强的减力和超压下向中轴线压缩形变 被硬生生锻造成一个密度极高的双曲线型弹头 之后呢 以每秒2500到3000米的速度 沿子弹药的中轴线飞出 最后击中位于市场中心的目标薄落处 这里啊 大多是厚度约50毫米的坦克炮塔顶盖 这个对于穿身超过70毫米的爆炸形成的弹丸来说 一旦命中 内部成员就可以下班了 如果未检测到目标 子弹药会自毁以消除未爆弹药的危险 不仅如此 该炮弹在给引信定时后 还有着发射后不管的能力 而工作时无需GPS或者地面激光指示器 因此可靠性更高 进一步提高乌军的战场生存能力 最重要的是 BONUS能被乌军使用的几乎所有的155毫米炮发射 极大提高了反装甲集群的能力 毕竟现今俄乌战场已经是远程火炮主导的战场了 再加上乌军立下有数量相当的 北约制式自行火炮 基本上都能发射该莫敏弹 按照乌军的编制 一个6辆火炮组成的自行火炮连 只需要一次齐射 就能用12个莫敏子弹药 实现对较大战场面积的覆盖 甚至能直接击退俄军的一个装甲连的进攻 不仅如此 现代自行火炮一般都有爆发输出 也就是短时间内迅速打出数发炮弹 也就是说 一个自行火炮连如果骑射三轮 或许能直接留下一个俄军的装甲营 就算俄军坦克再多 也经不起这么消耗 可以说 这种能够远距精确打击的莫敏弹 对于俄军装甲目标造成了极大威胁 此前乌军团灭了俄军第155履 打击该履坦克的弹药 很有可能就是bonus 另外 这款莫敏弹 可能早在去年7月份就已经参战了 当时有一篇视频显示 俄军一辆铠甲S1 就被空中爆炸的莫敏弹击毁 很有可能就是bonus的战果 如果想要防御这种弹药 俄军就不得不增加炮塔顶部的装甲 以及更加注重隐蔽 很难再进行大规模的装甲突击了 当然了 乌军所装备的莫敏弹 不仅仅只有bonus这一款 更是还有各种智能弹药 首先是德国原著的 SMART 155毫米炮弹 它是由德国莱茵公司研制 在2000年开始生产 直到2012年停产 总共生产了1.2万枚 其中一些在战争发生后 被德国在2022年7月份交付给了乌军 该弹药主要是配给PZH2000自行榴弹炮使用的 极限射程能超过27公里 当然了 该炮弹也能有北约制式的155毫米火炮发射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款炮弹还是一种抛洒型的子母弹 每发炮弹都装有两枚莫敏子弹药 另外它还能有远程火箭炮发射 或者应用于攻击机投掷的航空布洒器 至于该炮弹的探测系统用的是红外加毫米波双模探测系统 这样一来就能用于攻击那些还未启动发动机的坦克 以及那些处于熄火冷车状态下 但是还有很弱红外信号的坦克和装甲车辆 在俄乌战争期间 命中率高达53% 不仅如此 去年德国政府还同意拨款9470万欧元 用于恢复生产SMART莫敏弹 此外呢 未来德国还可能会向乌克兰援助最新型的M32SMART实验火箭弹 这是属于一种反装甲火箭弹 可以由M270和M142火箭炮发射 其战斗部内装有9个莫敏弹 也就是说 M270一轮骑射就能投放108枚 能够一次性摧毁108个装甲目标 不仅如此 德国去年还援助了Vakana制导炮弹 也就是火山制导炮弹 该炮弹的外形呢 更像是一枚导弹 有着6片 能够提供额外生力的稳定尾翼 和4片用于 莫制导修正的倒梯形小尺寸压抑 只不过相较于导弹 火山呢 是没有火箭发动机 也就是自身没有动力 必须像常规炮弹那样 依靠发射药的推力 赋予其惯性来实现飞行 不过由于火山独特的气动设计 可以提供额外的生力 因此 它相比于普通的155毫米炮弹 能够滑翔的更远 根据莱安纳多公司所公布的数据 它的卫星制导版本 由39背径155毫米火炮发射时 最远射程为55公里 由52背径155毫米火炮发射时 最远射程能达到70公里 几乎和M31 卫星制导火箭弹的射程是差不多 而打击精度方面 火山标配的是贯导加GPS卫星修正 落点精度能保证在5米以内 同时 莱安纳多公司还宣称 它的末端制导能改为使用激光半主动导引头 落点精度可以进一步缩小到3米以内 而目标装定方面 火山依靠的是便携式电磁感应装定器 因此目标坐标和可编程引信的起爆方式 都能很方便的提前输入和设定 值得注意的是 火山炮弹的弹径是小于火炮口径的 所以它的弹体在发射时被包裹在弹拖内 而弹拖的直径与火炮的弹线贴合 这样能避免发射药的燃气泄露 实现发射药推力的最大化 随着火山的到来 进一步拓展了乌军52倍155毫米火炮 对俄军纵身目标的精确打击能力 在北约侦察体系的情报支撑下 该炮弹对俄军指挥所 通信枢纽 弹药储存点和远程炮兵群 都有着很大威胁 还有就是美国援助的M982神剑制导炮弹 该炮弹属于一款打了就不用管的制导炮弹 能够由现役的M198式牵引榴弹炮 M109A50自行榴弹炮 以及XM777轻型榴弹炮发射 弹体大致呈流线型 应用了弹体排气和火箭助推 复合增程技术 弹丸前部安装有四个压垮控制的制导装置 弹体底部有四个稳定翼片 弹体头部引信室内 安装有惯性测量装置传感器 以及抗干扰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 能够采用常规方法进行装填 不需要改装炮尾或者精确赋予火炮射向 炮弹可以沿着30度左右 或者更大的角度方向飞行 就算是在偏离火炮轴线90度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打击23公里距离内的目标 从而让该炮弹可以攻击躲在障碍物后面 或者是反斜面上的目标 并且能够规避反炮兵雷达的侦察 由于该炮安装了惯性测量装置的导航组件 和抗干扰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 从而使得神舰在不受到距离限制的同时 还能以GPS的精度抵达预定区域 炮弹应用了飞弹道式飞行路线 能够攻击纵身目标 以此让发射部队拥有更好的定位灵活性和生存能力 在发射之前 炮手需要使用便携式炮兵感应引信装定器 将GPS信息输入弹丸 在发射后炮弹一出炮口就脱掉壁气环 随后展开四个尾翼 以尾翼稳定的弹道路线抵达弹道最高点 随即展开弹丸前部四个压舵 控制炮弹飞向目标区域 在此同时 炮弹还会不断的搜索和接收GPS卫星数据 并且及时更新惯性测量装置的信息 一旦发现GPS传输的信息受到干扰 神舰就会启动惯性测量传感器 直接向目标发射子弹药 此外神舰还能够有北约标准的155毫米榴弹炮 例如像瑞典弓箭手 英国AS90 德国PZH2000 以及南非的G6发射 总结来说呢 未来随着更多的智能炮弹援助乌克兰 将进一步降低俄军装甲集团的生存能力 毕竟开上去六代一圈就被击毁 俄军就算老坦克再多也经不起这么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执政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之后大兵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